我們這個金沙之光古屬文明展 展出四川省很有名的三星堆 以及金沙為止的考古發現 這個考古發現相當於中原的雙周時期 這個考古發現是非常重要 可以說是一個世界級的考古成就 這個七十多建文物其實是一個很平衡的 反映了當時古屬國當時的時期 在生活層面、制製層面、居住層面 甚至在武藏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從多角度看到古屬國的歷史 金沙為止的制製區裏面 那個出土實在太豐富 無論是數量上面 或者是財質都很豐富 所以我們就將這些展品 分為金、銅、玉石 四種財質來呈現給大家欣賞 在這麼精美的文物裏面 我們都在香港的出土文物 都找了七件的展品 在旁邊作為一個對比 譬如是石漿 石漿我們都知道是中國古代 是很重要的禮器作為制製用途 這些器物我們在中原的二里陶文化 找到 我們在四川的金沙為止都找到 他們在中原和長江流域的上游出現 而香港我們在南亞島的小島裏面 在一個考古法國裏面 亦都出現了這些石漿的器物 這些作為一些很重要的制製的禮器 在香港都出現 可以說明到 香港其實它的文化水平 在古代亦有一定的高度 和中原和長江流域的器物 亦都有很多共通之處 這次展覽的拆展方式是很特別的 我們就希望觀眾看完這個展覽 更加清楚了解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 在使用中原來的小姐 在統治和福音中 或者有所在擁有的一體 那馬上的一體 在和有最高重的一體 讓我再看一攜屏 剛才有的一物